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九龙江 中国野心勃勃 在习近平完成第三任人事布局 排除其他势力 全面掌控国家权力 对内风控更加严厉 对外威胁 尤其对台湾的力道也更为强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中国已经不再接受台湾现状 开始加强施压 可能使用武力实现目标 日本媒体也曝光习近平的攻台兵法 想直攻台北速战速决 但美国前几天公布了中国的火箭军部署 包含基地位置人员部署等等 诸多的细节 厚达255页的报告 等于是看光光 中国的火箭军有多少实力 通通被美军掌握 那美国公布的用意是什么呢 是警告中国我美国通通知道 你不要轻举妄动吗 习近平想速战速决 但会不会造成自己的灾难呢 因为五名军委都是陆军出身 但是打台湾不用渡海吗 还是解放军陆军要来指挥海军 或是习近平根本忘了有台湾海峡呢 面对中国虎视眈眈 国内蓝鹰似乎配合习近平的攻心为上 马英九说必战谋合 投国民党不会有战争 苏奇说蔡总统是邪恶女王 那蒋万安说意识形态撕裂台湾 完全无视独裁者的威胁 反而是怪到自己的总统上头 现在连活动场地没有申请到 也要耍赖 蒋万安团队指控绿营恶搞 但台北市是柯文哲当市长 怎么会怪陈时中呢 另外俄乌战争 乌军持续的推进 泽伦斯基顾问说 赫尔松将爆发最激烈的战役 俄军挖掘散冰坑壕沟 加强防线 不过乌军战法越来越先进 除了以色列援助反无人机系统 乌克兰竟然开发出 全民猎杀无人机的APP 还真的成功击落 俄军的巡逸飞弹 反观俄军的后勤装备缺失不断 高官视察坦克生产线 还警告厂商哦 你不好好生产会有刑责哦 那俄军呢 虽然够死命 亲俄民兵竟然对俄军敲诈 还有勒熟 俄军的内部到底乱到什么样的程度 还有高宏安论文侵权不止一篇 违法兼职被资责会提告 还被发现有克制的股票哦 号称没领薪水 却有股票 这倒是怎么回事呢 最新局势发展 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王定瑜 中江大家好 再是资论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大家好 还有贝毅少将于北辰将军 中江好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文芝 中江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江好大家好 再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大家好 现在关心他不是想选情激烈 蓝绿白阵营选前之夜的场地上演 角力战口水战 安生送上一整串粽子象征包众 陈时中笑得喝不拢嘴 穿着好天气 踏到信义区无心市场扫街 场子也很热 沿路洞窜神不绝鱼儿 陈时中阵营认为选情逐渐回稳 直指北市的选情 11月开始将进入真正的热战期 从前一晚陈时中和总统蔡英文庙口开讲 到脸书开直播吃宵夜 都大获好评 就能看出端倪 陈时中阵营要延续这股气势 到选前之夜 而25号当晚各阵营的陆拳 角力战还没停 因为最抢手的总统府前 开到陆拳 最后由陈时中阵营夺下 但是选前之夜前三天的陆拳 是由国民党抢下 被国民党痛批是恶搞 让陈时中无法理解 大家来商量这是一回事 说我们恶搞 我觉得这样讲法就不厚道了 先前一场专访中评论台北市长 柯文哲领导方式就是把人骂走 被柯文哲返轰 陈时中的防疫表现 后期有大头震 陈时中幽默以对 我的头不算小 政府的同仁都具备专业的能力 现在就缺乏那个领导的风格 那把人都骂走 他自己讲说他如果他要做 他也可以做得更好 选战最后阶段影响选前的因素 非常的多元 但是台北的首都之战 好像这个选战打到都是那种口水层次 蒋万安虽然说他民调好像是高一点 但是是不是流露出一些焦虑感 面对绿营的质疑 好像言辞越来越趋向谩骂 来晚 这到底怎么回事 包括就是说这个场地 要去申请这个凯道路权 但是我记得 这不是市政府的这个权责吗 为什么说这个蒋万安说是绿营行政资源恶搞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以前可能会讲蒋万安可能搞不清楚状况 状况外 外行 我还说过他 他其实是有礼貌的乖宝宝 不是乖宝宝 有礼貌的好人 可是我觉得是学坏了还是怎么样 现在这些行为叫邪恶你知道吗 凯道东西很简单嘛 那个路权是要跟谁申请 台北市政府申请 我先不讲规矩是什么 现在国民党蒋万安阵营是在指控柯文哲 帮陈时中拿到凯道路权吗 柯文哲每天最想骂的人是谁 柯文哲帮陈时中 台北市的执政党是民众党 所以当陈时中的团队乖乖的去排队 按照规矩 台北市场地没有作弊的 他就告诉你几天之前开始 那你要去排队登记 那甚至于蒋万安阵营在骂陈时中的 那一天的前两天三天 全部都是国民党申请到了 你可以申请到 别人申请到就是乱搞 那谁配合他乱搞 主管机关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这个指控是没事硬要骂 叫栽赃所以叫邪恶 那个不叫状况外 另外有关到波兰等八到九国海外学医 回国的实习问题 这也是典型的 我坦白讲这是非常邪恶 蒋万安自己是立法委员 魏环文会的委员 有关医疗的是在魏环委员会 然后波兰的或者开海外学医的人 到底该不该大量的开放 让他们实习 这个议题我们另外再讨论 这个对或不对 我不做价值判断 我们回到这议题的本身是什么 国民党跟蒋万全出来指控说 你看立法院的附带决议 是要开放 然后就谴责陈时中 你要说清楚 陈时中好无奈说 我是反对的耶 我是要关门的人 你怎么会骂我 那这件事情邪恶在哪里呢 一般民众不了解 我觉得理所当然 立法委员跟议员民意代表 应该知道 附带决议要谁提案 立委提案 附带决议要谁通过 立委通过 行政单位只能做态度的表达 而这一个扩大用两年或四年 大量的消化所谓的波波牙医或相关的医师 这个临时提案是立委提案 立委未还委员会 也就是蒋万安的委员会 通过附带决议 你现在去骂蒋万安 你是要呈现你对议事规则的 无知不可能 这个是我讲 当民意代表三个月都知道的事情 附带决议 像委员会的 你要连署三个本委员会的人 然后委员会通过之后 就成为一个附带决议 那你明明是立委的职权 你去骂陈时中 为了选举扭曲事实 更严重的是 提案人是真民中 提案 两个提案 一个是缩短成两年 一个是缩短成四年 提案说明写得很清楚 国民党团是希望开放的 他怕他现在等太久 所以不要再帮国民党团缓夹说 没有啦 他是希望 这个不要一次全部开放 冲击太大 分两年分四年 不对 你去看他里面的文字 避免那一些人等候太久 所以请卫福部两个月内 提出解决方法 两年内消化 第二个提案 四年内消化 所以提案的是国民党团 我再讲一句 我没有说开放或不堪 对或错 我们先不进那细节 提案的是国民党的真民中 代表党团提案 通过的是蒋万安所属的 未完委员会的立委 唯一表达不适宜反对的是卫福部 结果蒋万安现在站起来去骂陈思忠说 你主张开放 你必须向这些牙科医师 牙医学院的学生做个交代 完全黑白颠倒 这不是邪恶吗 这是抹黑战 你明知程序也不是 内容也不是 却要陈思忠交代 陈思忠就很无奈说 我是反对的 怎么现在要我交代 而且那是立委职权 所以从这两件事情来看 我觉得大家立场不一样 没有关系 那怎么硬要把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黑的 更邪恶是把自己做的 去指责对方 然后骂的那个立场 是自己委员会国民党提案的立场 这是什么样的政党 什么样的邪恶 所以蒋万安现在 没有议题可以打 所以开始打这种抹黑 这种扭曲 这个歪曲是非的 这种口水战 那这个陈思忠是回籍 就说这个所谓的恶搞 是不厚道 老实讲我觉得 陈思忠真的太厚道了 因为他真的没有口出恶言 没有去强力骂蒋万安 来 金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光是蒋万安现在 似乎流于那种 谩骂的那种选举语言 包括这个柯文哲 也是在骂陈思忠 说什么他不是政治领导 他是文化传道 像耶稣一样 反观陈思忠 台湾防疫什么非依人功劳 这种大头症最难医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议题可以打 开始打这种抹黑 然后谩骂之战吗 你可以看到 对蒋万安柯文哲来讲 用词都用很重 就是刻意要攻击陈思忠 为什么 什么叫刻意要攻击陈思忠 刻意要攻击陈思忠 意思就是明知不是事实 但是你就是要编造一个事实 来攻击陈思忠 像这两个例子里面 第一个你看到蒋万安的部分 他说抢输凯道 这个前面的使用权 这是陈思忠在二稿 陈思忠真的有二稿吗 各位 他讲的是25号 11月25号的凯道的使用权 可是他没有讲的是 凯道的22号 23号 24号 三天的使用权 都是蒋万安给申请走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申请了三天 陈思忠只能申请一天的话 谁带二稿 那这个角度标准去看的话 那是蒋万安二稿 可是问题是 核准入权的单位 又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难道是柯文哲在二稿吗 很显然不是嘛 公务员就是依法办事 依照你的新来后到办事而已嘛 所以本质就是这样子 没有人二稿 没有人二稿 为什么要刻意去栽人家一个二稿 很简单 讲完现在讲的话 就是讲给他现在的支持者听 选举剩下三十天左右的时间 三十天不到的时间 现在都在强化巩固自己的支持者 要自己的支持者 讨厌对方 讨厌敌方的那个候选人 所以他现在的话 不是讲给你听的 也不是讲给我听的 他是讲给他的同温层听的 讲给来因支持者听的 是 所以他才会刻意讲一个 明明就知道他不是事实 但是要讲出来 要塑造一个同仇敌凯的氛围 这是第一个 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呢 另外一个就是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讲的更夸张 一直在骂陈时中 他骂陈时中什么呢 他骂陈时中骂 第一个骂陈时中大头正 第二个骂说防疫 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这是一个团队的功劳 好 那柯文哲你讲这句话 所以你也承认台湾的防疫 守得不错 所以你才会说台湾的防疫 是大家的功劳 也就是柯文哲 你自己先承认防疫 真的做得不错 所以现在再来讲 那请问防疫是一个人的功劳 还是团队的功劳 请问陈时中从以前到现在 他有讲过说防疫 是我陈时中个人的功劳吗 没有啊 我印象中没有 我印象中从2020年到今年 陈时中一直都在强调一件事 防疫是整个团队 跟国人共同守下来的 他讲的还不是只有 站在他身后的团队 他讲的是整个团队 跟国人一起共同守下来的 换言之各位去想一件事 我们去帮大家回想 从2020年到现在2022年 整个防疫的过程里面 陈时中跟他团队很努力 每天都忙了三更半夜 然后下午两点要开记者会 但我们的国民何尝也不是非常努力 我们大家配合的勤洗手 用酒精勤洗手 然后量温度 然后进进出出要叫做那个登陆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的国民做到这种程度 国民也很努力 请问陈时中有讲过说 防疫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吗 没有 那柯文哲为什么要刻意说 陈时中这个你有大头症 他的意思就是说 陈时中把防疫都当作是 他自己的功劳 那所以各位你就可以判断 他讲的是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 那既然不是事实 那为什么柯文哲要这样讲 很简单 他的话也是讲给他自己的同温层听的 他就是要告诉他同温层 陈时中的当官的 大头症 所以他把防疫当作他个人的功劳 那这话是拉抬黄珊珊吗 他认为他讲这个话 他要巩固他既有的支持者 不要跑掉 为什么要这样子 仲将你反过来看 一定是黄珊珊的支持者 最近有松动有跑掉 所以他要讲一些比较重的话 去巩固自己的支持者 那这阵子的民调 其实都看得出来黄珊珊确实 因为柯文哲自己的水门事件 民调跑掉5% 这是柯文哲自己讲的 所以黄珊珊的票有没有跑掉 有跑掉 那你不能让他继续跑下去 所以柯文哲就会讲这种类型的重话 希望他的支持者 巩固住他的信仰 不要跑掉 但是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 他跟讲完案的状况一样 讲的不是事实 那都是选举跟政治的语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柯文哲 讲出来的时候 你会很明显的看到 柯文哲讲的话 他基本上是基于 他对黄珊珊选群的忧心 而且更荒唐的是 他在这场访问里面 让我觉得最荒唐的是 他竟然替自己 跟中东景的黑白配 意图要解套 他跟中东景两个黑白配 这件事情 中东景你想想看 各位讲中东景杀人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中东景自己出来解释说 他没有杀人 他只是肚子 把人家肚子拿到 开山刀晃过去 结果这个肠子流露了出来 但是还好只是轻伤 肠子流出来是轻伤 这是中东景自己讲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告诉你 他这辈子加入过 唯一的帮派 叫做中国国民党 这都是中东景自己讲的 那柯文哲你跟他合体 你跟他之间被民众 形容为黑白合体 那你现在意图解套的方式 竟然是把自己比喻为耶稣 我都很难想象说 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这个教徒的话 听到柯文哲自称为耶稣 你们有什么想法 而且柯文哲还讲说 这个国民党北部的议长 哪个不是黑道 这句话一讲出来之后 我想说国民党的议长 从昨天到现在 也没看哪一个出来抗议 你照理说柯文哲去点名说 你国民党的议长 哪个不是黑道的时候 国民党北部的议长 台北的陈锦祥 新北的蒋跟黄 你们至少要出来抗议吧 新竹市的许修瑞 不要出来抗议吗 这些都是议长 桃园的邱玉盛 你不要出来抗议吗 柯文哲竟然讲 北部的国民党的议长 谁不是黑道 话讲出来之后 远然就是我柯文哲是耶稣 所以我这个建 中东井就是耶稣要赶化黑道的意思 所以我跟这些国民党的议长 他们哪个不是黑道来见我 都有机会被赶化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柯文哲昨天歪楼到这里来 你可以很明确知道一件事情 我根本上认为 他去cue耶稣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要刷他的声量 刷他的媒体效果 因为我们会讨论 但是问题是 这种刷法就造成两个结果 第一 让人家看破手脚 你在当心狂善善的选群 第二 最重要的是 你这个刷声量的方式 实在是不够高明 你对于很多人来讲 怎么可能会把你 你跟耶稣拿来做相提并论 这是荒唐至极 来 范老师这边看 通常这个民调领先者 应该是要老行宰宰 但是我们看到 蒋万安跟柯文哲 似乎他们的这个语言 已经流于这个辛辣 甚至是谩骂阶段了 那这是流露出 他们对于选情的焦虑吗 的确 我们知道这个 如果选情很好 就不用下这个猛药 那你看蒋万安讲话 越来越辛辣 我觉得就像那个 廉价的麻辣锅 麻辣锅如果 比较好吃的 比较贵一点的话 那个汤不是辛辣的 它是很温顺的 而且你可以喝的 那种廉价的麻辣锅 就是看起来又咸又死咸 很难入口 我觉得这是很低俗 完全跟他过去的人设 是差了很多 我觉得蒋万安 就是要让那些 深蓝的 不要跑到黄山山那边去 你看他前两天跟这个台北市的那个议长一起同台 我们看到他跟这个陈景祥 跟谁合体了 跟韩国瑜合体了 那我们知道 蒋万安一直很犹豫要不要跟韩国瑜合体 因为他牵制到说台北市是属于的知识蓝精英蓝 因为台北市的来应的支持者大概说有比较高的学历 他们大概不太喜欢像韩国瑜这种基层蓝草根蓝 那韩国瑜是这个他当那个立委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前当台北县议员 这个议员还曾经拿那个水杯去丢 丢跟当时的县长邮亲 他那时候在质询 他在当立法委员还跟陈水扁打架 还打陈水扁 所以他就是过去那个喝高粱酒 吃卡拉OK唱歌的那种国民党的草根蓝 这个当然他讲话很妙语如猪 我常说他是被政坛耽误的众议咖 讲话讲笑话开点小黄枪什么的 大家喜欢 可是台北市的来源支持者可能会觉得那个太过低俗 特别是我们知道蒋万安曾经讲过韩粉是不理性的 韩国瑜的父亲 也当过这个外交部部长 也当过国民党的秘书长 他跟韩国瑜是不同的 他这个外交官穿着西装打领带喝红酒 跟韩国瑜完全是不同 所以讲话一直很担心 如果韩国瑜来帮他来站台和合体的话 会不会是双面认 甚至说我们知道 虽然他是一个这个猛药 可是猛药也要看你的体质好不好 体质不好变毒药 讲话应该会招架不住 对会招架不住 你看后来讲话那天跟这个陈景祥 他被挤到旁边去 因为整个场都是韩国瑜的场 他被边缘化了 所以那是个双面认 甚至有没有认为说 这个到时候会不会是 只有短一个 这个效果是做给谁 是做给市议员的 可是这个效果可能对 蒋万安来讲 可能是饮症止渴 会伤到蒋万安 对看起来是人很多 可是那张老蒋万安 你看有人掉眼泪 有人哭 还有人要韩国瑜选这个总统 对不对 我们看赖世保叫韩国瑜选总统 召世大会 所以我真的觉得 就整个歪楼掉了 但是蒋万安为什么 还是要跟韩国瑜合体 他知道那个至少场子热 他知道他的场子很冷 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方式 要雇助申兰选票 雇助申兰选票 我敢说到最后他的凯道 一定有韩国瑜 韩国瑜一定会出来 而且跟他同台 但是我不想讲 就是表示这个选情 蒋万安选的 目前来讲还是麻花状 还是跟这个三组 还是麻花状 所以蒋万安也是没有把握 所以蒙公诚实中 好不惜这个颠倒是非 对啊 才用蒙药 所以你看就是说 这表示他不是那么的乐观 那我们知道台北市是一个 蓝大于绿的地方 我们全台湾22线市 还有新党当选 市议员或现员的人在哪里 台北市还两席 上市两席 你说高雄也有左营 也有凤山 也有钢桑 也是很多眷村 高雄也产生不出来 桃园有很多眷村 也是不可能产生新党 台北市真的很蓝 所以绿营的支持者 在台北市有两个特质 一个是隐蔽性 他不太愿意表态 所以民调大概也测不出来 第二个 他们是非常的黏着性 因为他们相对是少数 所以他们会很团结 很凝聚在一起 所以没有到投票那天 真的 陳时中的票到底会拿多少 没有人知道 的确 来这个郭东哥 怎么看台北市选情 当然我们看到蒋万安跟柯文哲 当然是就是一直延迟辛辣 越共越减 但是我们也看到陈时中的部分 因为毕竟台北市这边绿营的盘 是比较小一点 那陈时中现在到底的人迹 都有多少 大道成这个宫庙的这个演讲 爆棚 到底是这个人迹 是吓到蒋万安跟柯文哲了吗 陈时中最近有几场 这种聚会 这种造势 很多这种支持者 都是去听他的证件 他要讲出什么内容出来 大家因为被这一次选举 大家都被这些 拨水谩骂 搞得真的很厌缓 没有一个候选人好好地把他的证件 讲清楚 他当前以后要做哪些事情 所以他这几场造势 我有时候有机会听 我都会去听的 因为你可以听出这个候选人 到底是不是你想像的这种 市长一个人选 那现在柯文哲我平安心讲 柯文哲这两天讲的话 他讲大头证 我认为他讲得很正确 他讲的正确是大头证很难治 这句话很正确 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头证莫琪的 他最了解 莫琪 莫琪 一个位置比耶稣的人 他不是大头证是什么 长期不是莫琪 莫琪 他已经没办法控制了 不过我在这里是警告柯文哲 你越这样开骂 越把黄桑桑边缘化 黄桑桑本来还有 可以展现他的能力 市政的能力 还可以展现他女性温柔的力量 被你这样一开骂 好像你把他拖到那种泥绕里面去了 媒体还去问黄桑桑 柯文哲讲的这些话 你有什么感觉 那不是把他拖进去了吗 他一直想要撇清 撇不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 柯文哲是黄桑桑的赢武者 背后的赢武者 所以我说真的很可惜 如果你放黄桑桑自己打他的选战 允许黄桑桑今天民调会拉起来 就偏偏你在这里讲一些有戏 有的没有 但是你要想 柯文哲太抢戏了 不但抢戏 而且他的本事 他没有像韩国一样这样 嬉闹逗唱都会 上台以后 什么都可以耍 耍宝也可以耍的 你柯文哲不是 你叫柯文哲在台上 要嬉闹逗唱 他做不来的 他只能用开骂的方式 骂对方怎么样怎么样 让媒体来问 他只能这样子 所以我说想想 他真的大头 他自己知道大头 真的很难治 一个自认为智商一百五十七的人 讲话口口声声 又是台大的医学院高开心 你就知道他的大头症有多严重 所以他才会讲是很难治 那是很难治 确实是没错 尤其政治人物 一旦犯了大头症以后 就以为自己比人家还高级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在讲说 他讲这句话 我们台人在讲的 症头严重 我们台人为什么说症头 症头很严重 后写人在讲这些话 意义在哪里 陈世忠从来真的没有讲过说 防疫是他的功劳 他都一直强调是整体的 你怎么会讲说 他认为他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所以有时候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 要想你这些话会引起什么反应 你不要以为只要有声量 大家来谈吻这个话题 喂鲨鱼一样 我就成功了 错了 政治人物你得的声量 是这样负面的话 不是你一个人要倒霉 你所推荐的人是不是也一样 今天柯文哲 今天还有办法去外线市 替人家赞胆 我相信外线市的那些候选人 难道你不会精心胆战吗 这些人来的 不知道要有什么消息出来 我们要怎么回答 可能幕僚提前都要注意说 他现在一句话出来 媒体在追问的时候 要怎么去回答他 这个是这次险警 让人家最不能忍受的 每天都有是那些 像韩国瑜这两天又讲出来 他好像又在讲唱戏一样 又在演戏一样 又讲了一大堆戏剧的事情 所以我说 台湾的民主政治 如果要水準拉到这么低的话 选民你能够接受忍受吗 你就像柯文哲那么现任的 都已经要下台了 他好像是台北市第十三号候选人 我们十二个候选人 他是第十三号的 他的抢戏 抢得比再抢十二个候选人 抢得还多还到 陈思聪继续在 我相信越吸引越多的人去那里听 因为其他候选人不讲 虽然现实上选举是内政 但是整个国际局势 还有中国的变化 是完全无法忽视 因为习近平登机 加快对台湾的威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了 中国已经决定要对台 加强施压的措施 维持台湾现状 不再是可以接受的事 他这样的一个提醒 是提醒台湾以及全世界 另外在日本媒体方面 昨天也曝光 习近平的攻台兵法 想要职攻台北 速战速决 那更让外界惊奇的是 美国在前几天 也公布了中国的 火箭军部署位置 先请教乌伟丸 光是这个布林可 他的提醒 他是不是也掌握了 中国方面的情资 所以才对台湾 以及全世界 做出这样的提醒 跟警告来 国际自由民主国家联盟 以美国为首 包含欧盟 北约 现在在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揭露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威胁 特别是针对台湾 那这个威胁讲过很多话 你把它拼凑起来 比方布林可说过 台湾被攻击 晶片被锻炼 会杀死摧毁全世界的经济 他就告诉你 台湾被攻击的严重性到哪里 然后又揭露习近平一人独裁以后 一个人决定农意错判 他对攻台的进度也许会提前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揭露中国的危险 谁是麻烦制造者 是中国 不是因为像台湾某些蓝营的人 台湾不听中国的话 我们不够乖 我们不接受他的条件 不接受他的九二公式 因为不听话 所以中国要打我们 不是 中国习近平有他对周边国家 他的所谓的习近平agenda 有他的进程 而这个进程是导致全球的不安 也促进了自由民主国家的团结 他做这第一件 第二件 从美国总统拜登 接受六十分钟访问前后 美国的将领 从主管军需整合策略 到印太司令 到联合国以及韩国的联合司令 到第三舰队的指挥官 到第七舰队的指挥官 到海军部长空军部长 一连串的发言 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打台湾 我就打你中国 是 这个叫战略清晰 以前没有 过去的战略模糊 是指对台湾国家定位的模糊 以及就跟台湾互动往来 保持一个模糊 可以让台湾跟中国跟世界各国 有一个方便性 可是当中国的威胁加大的时候 这个战略模糊 逐渐走向战略清晰 其中就安全议题 几乎是完全清晰的 你记得海军部长讲那个话 我看台湾媒体报道都说 美国海军部长说 说这个中国可能会在今年 就是今年底或明年就攻打台湾 其实他的意思是 中国的野心不改 随时都可能会进犯台湾 他真正话在最后那一句 美国海军必须做好 随时准备 今晚要作战 兵贵神术 他也有上联 叫做什么 隐匿企图 你企图不隐匿 怎么要兵贵神术 什么叫兵贵神术 叫做神不知鬼不觉 我就打你 这叫兵贵神术才快嘛 可是呢 这一张就打爆他了 这一张为什么 美国的空军学院 这个时候公布这一张 你兵贵神术 你诉给我看啊